戴安娜也不认,离婚时用一招堵住卡米拉的后路,让她一辈子当伴妃。 戴安娜一直被认为是空有美貌和好心肠,没有学识和手段的个女人。 在很多评价中都隐约透露着要是我有那副皮囊,要是坐她那个位置。 肯定老早就把卡米拉扫地出门了的小小优越感。 其实大可不必,这都是命。 我反倒觉得戴安娜活得真实而热烈,15年的婚姻里她从蜜月时就开始抗争。 看似全然没有做王妃的觉悟,其实正是她人格魅力所在。 如果她是一个权衡利弊,见风使舵,面面俱到的王妃。 人们反而会觉得她假模假样,能挑出更多的次来,正是她这种歇斯地理。 飞蛾扑火的真性情,才让人能与她共情,联系她支持她怀念她。 况且,她也不认,她厌恶如影随形的媒体,同时也很会利用媒体。 这从她那太机灵孤独瞬间,当众拒绝查尔斯新闻。 复仇黑群抢战头版,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看出她机灵得很。 而她干的最聪明最狠辣的一件事,莫过于离婚时保住了威尔什王妃的头衔, 让卡米拉一辈子只能当公爵夫人,当伴妃。 1995年12月20日,女王分别写信给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,命令她们迅速离婚。 戴安娜是不想离婚的,她想要的太多,王妃头衔,两个儿子,丈夫的爱。 可坏就坏在她采访中暴露出的王氏隐私挑战了女王的底线,逼得已向霍西尼的女王下令。 查尔斯欣然同意离婚,很快就以书面形式表明态度。 在这场婚姻中,她也受够了。戴安娜情人换了一个又一个,哪怕王氏做出干涉和警告。 也阻挡不了她抱负的脚步,这样查尔斯无敌自容。 1996年2月,戴安娜也同意离婚,然后就是分杂的离婚细节。 别的都好说,光戴安娜头衔的问题,两队人马就掰扯了一个月。 查尔斯这边当时的离婚律师是菲奥娜,人称钢铁木兰,是皇室御用离婚律师。 如今菲奥娜还活跃在一线,专为王氏人员和离婚夫婆打官司,哈雅王妃的离婚大战就是她打赢的。 为戴安娜服务的是伦敦一家知名律师所,是一整个团队。 戴安娜20岁嫁入王室后,头衔是威尔什王妃殿下,这是非常尊贵的称号。 如今凯特王妃虽然被称为王妃,其实她还只是见乔公爵夫人。 未来国王的母亲才可以被称呼为王妃殿下,威廉还差了一代。 戴安娜拼死要保住这个头衔,查尔斯不答应,一定要戴安娜放弃殿下的头衔。 她不想让戴安娜跟王室成名平起平坐,更不想戴安娜再打着王室的旗号包装自己,这狠近也是没谁了。 这其实也间接导致了戴安娜的不行,如果她有殿下头衔。 那王室是有义务对她进行安保的,那可能也就不会发生车祸事件了。 四十旅狮团的猪队有安东尼、朱丽叶。 建议戴安娜狮子大开口,要更多的钱,看查尔斯怎么选。 没想到查尔斯宁愿变卖资产,也不愿让她保留头衔。 戴安娜退而求其次,只得抓住威尔什王妃的头衔,签下了离婚协议。 于是,戴安娜得到了1700万英班的现金补偿和每年40万英班的津贴。 还有两个儿子的共同抚养权,回归了自由的生活。 女王对这位儿媳还是宽容的,她只要回了那顶属于祖母玛丽王后的珍珠类王冠,其余的都允许戴安娜自行保留。 这些名贵的珠宝,戴安娜都留给了两个儿子。 妾如今在儿媳妇身上闪耀,也算不奋回归王室。 戴安娜或许还心存侥幸,想招儿子威廉上尉那天,她还可以入主王室,恢复殿下头衔。 可惜她离开王室这个大铁龙后,对外界的危险预估不足,准备不足。 一年后就与爱人多得一命丧巴黎,再也没有回宫的可能。 可她拼命真来的威尔什王妃头衔,也让后来迪卡米拉如耿在喉,一辈子逃不开第三者的标圈。 威尔士亲王只有一个,威尔什王妃也只有一个。 卡米拉2005年嫁给查尔斯后,头衔是康沃尔公爵夫人。 戴安娜魂归天国时,也顺带把威尔什王妃头衔带走了。 在这段感情中本就不光彩底卡米拉,总不好跟死去的人民的王妃讲名好。 假如查尔斯还有机会登上王位,那卡米拉也只会得到英王绊飞殿下这个头衔。 只要王室正统还是戴安娜的血脉,卡米拉就无转正的可能。 看到这有人可能要说,什么头衔不头衔,都是虚名。 内心小大无比迪卡米拉才不会在乎,她对查尔斯是真爱。 这就太看得起卡米拉了,她当初顶着千夫所指的恶名嫁给查尔斯,为的就是当王后。 可她拼命真来的威尔什王妃头衔,也让后来的卡米拉如耿在喉,一辈子逃不开第三者的标圈。 威尔什亲王只有一个,威尔什王妃也只有一个。 卡米拉2005年嫁给查尔斯后,头衔是康沃尔公爵夫人。 戴安娜魂归天国时,也顺带把威尔什王妃头衔带走了。 在这段感情中本就不光踩低卡米拉,总不好跟死去的人民的王妃讲名好。 假如查尔斯还有机会登上王位,那卡米拉也只会得到英王伴妃殿下这个头衔。 只要王是正统还是戴安娜的血脉,卡米拉就无转正的可能。 看到这有人可能要说,什么头衔不头衔,都是虚名。 内心小大武比迪卡米拉才不会在乎,她对查尔斯是真爱。 这就太看得起卡米拉了,她当初顶着千夫所指的恶名嫁给查尔斯,围的就是当王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